IC梦想家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IC梦想家 其实刚刚谢所长真的用非常简单的方式 稍微跟大家解释这么多 跟量子力学量子计算 还有量子电脑现在有 不要说哪几派啦 有哪些方式以及喉喊 接下来呢 在离子锦的量子计算 要研发出到什么样子的境界 以及最后量子电脑 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扮演什么样子很重要的角色应用 好,但是我现在非常的好奇 真的不是我要故意在这边讲 我发现我们的来宾真的是 都很年轻 但是真的都好厉害哦 而且像谢所长在我旁边 其实呢 所长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量子力学呢 真的是连爱因斯坦都搞不懂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去修呢 不是我要这样问 是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他真的好难懂 而且你早在十年前就已经 你是已经预先看到了量子力学 未来在我们的世界 会有它一席之地的地方吗 这其实倒不是耶 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是误打误撞 到这个地方来对 怎么说 我原本其实是通讯背景 通讯背景 可是我总觉得量子力学跟通讯 其实很多地方也是息息相关的啊 是是没错的确是没错 所以说我在台大电机念完学试 然后念了一个通讯的硕士之后 其实原本的打算是到美国去念通讯的博士 那只是刚好到美国去就读博士的时候呢 刚好我们这个南加大的电机系 所以新聘了一个做量子计算的老师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 对就在电机系里面 对就在那个通讯所里面 对那时候我就很感兴趣 我就想说怎么怎么会 感兴趣那个点是什么 就我可能是 可能是我自己的personality 我就对新的东西 我会蛮蛮感兴趣的这样子 对所以说我就去找这个老师 然后也去修了他 他开的这个量子计算的课 那之后我就跟他 我的博士就是在做量子计算 那其实这个背景的转换 倒没有非常的痛苦 我觉得还蛮平顺的 为什么 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 电机工程的背景 转换到做量子计算 其实非常的够 OK 就不需要 你的知识其实够的 对对对 就是这些knowledge set 其实非常的像 是 对所以说我从2003年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做就是朝量子计算 来来研究方面出发这样子 对 所以所以其实所长在过去就是 本身其实不能讲说 他跟这个领域完全都没有关系 他不是真的说跳脱领域 他还是在这领域里面 这领域有分很多不同的细节 是是 而且所长是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当上博士了 对2008年 那时候您才几岁 如果你可以 30 不到30 天啊我听到3 对快快不到30 不到30我的天啊 好我刚有点吓到 所以不到30就已经当上博士了 所以那时候 招的都是量子力学有关吗 也不算就是说慢慢的在补足这一块这样子 对对对对 是在美国 对在美国 所以其实能不能说其实在美国那时候 其实在量子力学这部分 其实比台湾研究的已经算比较多了 对对这没错 就是说美国在投入量子计算这一块非常的早 就尤其是刚刚我提到就是说1980年 第一个提出量子量子力学可以用来做量子计算 这个也是在在美国的研究研究机构里面这样子 那所以说美国在这一块是非常的前沿 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台湾开始也慢慢的很积极的投入量子计算这一块 这也是我觉得我回来台湾之后看到一个 我自己看到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转变这样子 对那从科技部我想大家有看到新闻就是最近有一个 一个量子国家队对那个由政府比较透过整合性的方式 来投入量子计算这个产业 那我这边也要就是说宣传一下我们洪海研究院 也跟这个其中的五个这个国家队 我们都有很密切的合作对没错 OK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所长之前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也是因为因缘计会之下可能是老师也是贵人 然后大家让他带领所长进入这个量子领域 结果就是很感兴趣所以能慢慢这样子不断的去研究 是是是 结果慢慢的你看现在把这个技术 也是希望可以带回台湾 对不对 归于返乡的概念 把我们在国外的所学带回来 然后呢也希望在红海的这个提拔 以及红海的这个帮助之下呢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制造出我们刚所谓的这个量子计算 然后就比较懂了 而且现在红海现在有一个这个量子Q18的戏剧 Q18量子戏剧 所以他其实也算是一个偶像剧 其实我们的那个IC梦想家 在前几集也有特别访问导演周美玲导演 没错 所以其实他这个戏剧是不是也是特别讲到很多一些 我可以看到很多未来量子的一些发展啊 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这个这个戏剧我我其实非常佩服周导演 因为他可以用 他可能自己默默也有在修6的量子力学 他有 我知道说他有去就是拜读过那个张庆瑞老师的 对对对他有他有 对的这个著作 然后跟张庆瑞老师也有很密切的沟通 因为他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都有反复的去 甚至我也读过这个剧本 我都都有不过对的都看过这样对 周美领导演都不肯剧透耶 那所长你可不可以剧透一下 不是 剧透一点就好 不过这个我剧透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样子对对 这时候掉胃口 好了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量子未来不管无论如何 在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活里面一定是不可缺少的了 他就是等于说已经是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了 是是是 那可是我们现在呢 其实透过很多的一些电影啦 戏剧也好啦 我们其实都是可以特别看得到的 是是 所以那所长想再问一下 就说今天我们今天聊到了那么多量子的不同的一些面貌 还有它的历史背景等等 您个人觉得说未来量子在整个我们的世界里面 它最终它可以发展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 我们真的可以分身吗 这个可能不见得 不过我觉得量子计算的确是慢慢的会被普及化 就可能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传统的资讯工程的这种很普及的知识 我觉得慢慢的会被量子计算的一些 比较简单的量子计算也会加入到这些很普及大一大二的这些知识的水准 甚至我这边也可以做个广告 其实我们鸿海研究院也跟我们的鸿海教育基金会那边 现在正在河边一个就是给高中生的量子教材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看起来很高深的量子计算 透过更简单的语言 甚至让高中生就可以了解量子计算这些背后的基础 所以说你不需要这个很高深的这个quantum mechanics的基础 可是你只要有一些基本的数学的能力 像高中的这个level的数学能力 你也可以慢慢的了解这些比较基础的怎么样去做运算 对那这个做了这运算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对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既然量子未来它真的是怎么讲无限的 不要说想像应该是无限的可能性的情况下 我们真的需要利用现在这时间点 我们需要也需要去培育跟培养我们下一代的一些 在这方面的一些精英也好 或者是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 让这件事情发扬光大的同事 也希望我们台湾呢鸿海呢可以做 怎么讲最前卫的 然后开辟这条路领头羊 带领大家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护国圣神 是是是这是我们的期许 OK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聊了非常多 我只能说爱因斯坦最好不要看到这一集 他看到这一集的话他可能会非常的生气 因为爱因斯坦过去好像都一直很反对量子力学的现象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不过我们在这边真的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谢所长 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 但是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呢 深入演出告诉我们爱因斯坦想家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到底什么是量子力学 它的技术发展会在哪里 鸿海现在在做些什么 未来布局是什么会如何影响到大家 如果你对量子力学不了解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很简单娱乐的方式 不管是偶像剧也好啦 电影也好啦 先率先抢先的了解一下 量子力学的一个简单基础概念跟现象 好最后呢再跟大家讲 如果您对这方面呢都有感兴趣 5G6G有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在6月6号呢也特别鸿海研究院呢会有活动 然后到时候谢所长呢也会在线上 大家都可以免费的参加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有任何问题希望到时候都可以来问我们的谢所长 因为所长很忙的 所长现在还在教书吗 我现在没有在教书 现在没有教书了 现在全部都是专注于在做 专注在做技术的开发 技术的开发 OK好 但是希望呢我们量子力学未来在台湾的产业 也是会发扬光大的 好谢谢 好那我们谢谢所长 好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拜拜 拜拜 IC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